女友一起逛街却是无缘无故挨揍 这地点发生在高雄市的新绝江商圈 由于对大学的情侣党他们在闲逛的时候 突然有一位老外冲了过来 先是指着对对情侣大骂 接着就出手推人 更过分的是还出拳打人 把对方给打倒在地 把手机往外丢 这个情侣后来气得报警 而且要告这名外国人伤害和回损 这个月27号晚上 一对情侣到高雄市文恒路 这家卖场逛街 没有想到一位老外突然冲过来 非常嚣张的模样 先用手指着这对情侣谩骂 接着就出手推对方 让这对情侣当场傻眼 老外一推再推 还在卖场外面叫嚣 更过分的是 他还出拳打人 朝男子的头部挥过去 对方被打得倒在地上 手机也掉了 老外这时立刻捡起来 还把对方的手机往外丢 第二次的时候 外国人再次 因为里面看起来 有点像是推 把被害人第二次推倒在地 所以造成被害人的手脚 有点轻微的擦伤 老外不明就里的举动 实在令人摸不着头绪 附近的民众 和在店内的人都跑出来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而老外像是暴走足一样 做人以后信心难离开 被打的这对情侣 男子在头部和脚部都有擦伤 情侣指出 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 这位老外决定 告诉他伤害和毁损 不过就在大家逛街的 尖峰时间人潮很多 老外却可以这么光明的 正大的出拳揍人 民众毫无安全可言 实在夸张 解放目前也急着 找到他道案说明 理清原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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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